这个用犯规阻止美国球员的小伙子叫弹侯然 回过头来 他面对美国五星高中生 上来就是一记杂扣 这一记扣篮报了之前的一扣之仇 也展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 在此前的耐高赛上 弹侯然的快攻步伐能让你想起字母歌 他的一次次扣篮又能让你想起年少的一件连 弹侯然出生于2005年 今年年仅18岁 他的身高为2米08 臂展更是惊艳的2米15 他的最大摸高更是可以达到3米58 在比赛上 他能扣篮绝不会上篮 在天赋技能点上 官方给到弹侯然的评分是20分的满分 在高中赛上 弹侯然头戴面具可以兼任三个位置 他来自浙江临海市回谱中学 今年5月14号 这是回谱中学最难忘的一天 他们的球队将迎战清华附中 学校暂停了晚自习 全校师生都通过直播关注着这场球赛 面对强大的清华附中 回谱中学把比赛纠缠到加时 然后在加时赛落后6分的情况下 上演逆天翻盘 获得耐高联赛全国总冠军 但后然的班里总共有23人 其中21人是篮球运动员 他们基本都预定了顶级大学 而但后然自己更是被清华大学直接拿下 一个小县城的球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清华附中 这场比赛也被很多人比作管篮高手中 江北对阵伤亡的那场史诗对决 回首去年 灰普中学以71比73赋予石家庄第二中学 输掉比赛的队友哭得气不成声 而但后然却怒斥队友 对他们大喊别哭 而他自己早已哭成泪人 一年过后 但后然终于实现冠军梦 他还正式代表中国男篮 在世界大赛上出战 姚主席说过 中国篮球的未来在校园 而但后然就是校园篮球的未来